馬英九在中國引述這個一九八二年中國憲法說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這句話 當然今天有人去提告了 台灣國的成員質疑這番話 這個傷害台灣國家終於下午到高檢 高檢署提告告發馬英九涉嫌違反刑法 一百零四條通謀喪失領域罪 那至於有沒有犯罪 那最後就是司法決定 不過剛剛苦林在問說 那郭台銘侯友儀要不要九州公司要不要買單 因為照剛剛這個民調四成多 應該買單就選舉考量 應該買單 因為你買單 國民黨至少不會跑掉 對不對 那好 侯友儀總算 對於九二共識有了心結 而馬辦的主任蕭旭成 還在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 很大方講說我就是中國人 如果蔡英文你不承認是中國人 你就宣布兩國論 把陸委會給裁掉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我們當然是中國人 政治上如果你要把臺灣跟中國切開 請民進黨正式宣布 然後把陸委會採測 一番話說得理直氣壯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不認前總統馬英九 仿中期間說臺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一部分有何不妥 但馬英九前腳才回臺灣 中共立刻實施回臺軍演 是否代表這趟仿中行對兩岸關係毫無幫助 馬天總統是這個民間的交流 但是政府的部分蔡英文政府要怎麼做 才能夠讓兩岸關係恢復才能夠讓這個和平有可能 這是政府的責任 馬英九一回國 我們就面對到中國前所未有的武力威脅 那就是因為站在他的政治基礎之下 中國認為台海周邊海域都是台海的國家一部分 律委開記者會通平馬英九企圖打模糊仗 行訴臺灣是中國一部分 對臺灣在國際社會觀感造成不良影響 但被視為國民黨二零二四熱門人選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傳出正積極備戰兩岸與對外政界 對於九二共識立場才尊重 求同存異 有序的走下去 基本上是不會有國民黨政綱 國民黨現在要走什麼路線 比什麼人來選更重要 備戰二零二四 侯友宜積極補償兩岸論述 但馬英九附中 種種發言在台掀起軒然大波 遵馬路線在台可不可行 侯友宜恐怕還得仔細斟酌 東豪 你是中華民國國民對不對 對 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啦 我們這樣因為講中國 就會有一個很麻煩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馬前總統來講 九二共識這件事情是他一定不會放掉的東西 其實關鍵其實是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在一個月內或一個月後 成了國民黨的總統候選的時候 侯友宜他什麼樣的態度 對不起 我先幫你補充一下 侯友宜的態度已經揭曉了 聯合報 尊重九二共識 擱置爭議 求同存異的精神 並且捍衛中華民國 對外政界提出三低原則 這個比黨中央厲害 黨中央是二低 它是三低 三低立體的 哪三低呢 第一個低 defense 這好像跟國民黨一樣 第二個低呢 叫做democracy 民主 第三個低 這我猜是他的老師們叫他 叫 defrost defrost 其實原始的意思是除霜啦 除霧啦 那他是叫做降低敵意 所以東豪你繼續補充 第一個就是尊重九二共識 可是吊詭是後面多了精神 精神 所以我不曉得是九二共識還是九二精神 因為九二精神的講法是另外一種的 可是這三低裡面 其實就算是會有影響 想推出來的 三化民主我們不是一直在做嗎 嗯哼 然後跟全世界的連結 蔡英文出訪不就是嗎 嗯哼哼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奇怪的就是要降低敵意 降低敵意我們有任何挑釁嗎 好那降低敵意這件事情 你就會回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你把它回到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因為剛才蕭曲森也講了 我們如果不是兩個國家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什麼關係 國民黨一直沒有 不願意講白這件事情 那侯友宜的這個東西 我相信是老師教的啦 聽說他老師是是蘇琪 蘇琪 對 那蘇琪的主張 我相信北京全盤會接受 嗯哼 全盤會接受 但是我現在就是等侯友宜的一句話 是不是這樣子 嗯哼 如果是的時候 你再先接馬前總統去 去中國訪問這些事情 就整個連結在一起了 他就幫他開路 幫他做呼應 他是前導 侯友宜要跟在後面 現在關鍵就是 侯友宜要不要正式跳出來講 好那那你再回過來就是說 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到底到底在台灣市場有沒有像 江啟成委員的基金會 大概四成多 有沒有那麼高 我的判斷是沒有 我的判斷沒有兩個 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 是韓國瑜 韓國瑜在2020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五百多萬票 如果我以所有有投票的公民數 不是不是出於投的人喔 我用公民數 有投票權的公民數來講話 總選舉人口 五百多萬 當時的韓國瑜得票數大概是二十八 會投韓國瑜的大概對 對九二公司都不會反對 定海成真 對韓國瑜當時是這樣講 就是說大概都海可以接受 大概都投給他了 然後第二個數據是美鳥電子報 我記得他三月做九二公司的支持度是多少 一層 一層 那為什麼要刻意用美鳥電子報 他不會是綠的嘛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一個終極的判斷 如果侯友宜要承接馬英九 他要他要他要接這九二共識 那他會影響是什麼 會影響到的是八個月以後的總統選舉 跟立委選舉 剛好這個還原 因為國民黨才會批評蔡英文說 你以前講過九二共識一中 這個幫大家還原一下 根據立法院公報記載 當時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 是陳超民質詢他 問他說兩岸同屬一中 這個問題 蔡英文當時精確的說法是講 他說我們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是在一九九二年所談的過程 請注意這是過程 在我們的立場 就指我們臺灣和中華民國立場 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並不是說兩岸同屬一中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永恆你要補充 當時陸委會去的 是許惠佑 對 在場的人都說沒有這個共識了 結果沒有在場的說有這個共識 這第一個 第二個那個精神什麼 就是我跟斯康 你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兩個有一個默契 有一個精神什麼 我尊重你的意見跟我不同 你尊重我的意見跟我不同 所以從頭到沒有什麼九二公識 就只有這個精神 但我要講是說 侯友宜現在被這件事情綁住 第一個他剛剛講說 他講的這個什麼 九二共識 九二精神 九二共識精神 然後又講這個要維持3D 3D 我是不知道那個是他幕僚講 還是因為我實在很想 在螢幕上聽到他講這3D 這三個英文單字出來 我覺得一定又很有效果 眉毛這樣挑這樣挑 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就是說 未來侯友宜要這個選總統 或任何人要選總統 他們要去怎麼樣去處理 就是說一個中國這個問題 講白就是這樣吧 九二共識就是 國民黨講就是說 我們是各自表述 我們要講中華民國 問題是馬英九去了中國 講的時候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講中華民國 你不要亂講 他就講中華民國 你不要打動的話 就講中華民國 馬英九講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820的憲法 這是他講的 他是講他對方的憲法 是嗎 他對方的憲法 他講對方的憲法 但就義中就各表 是表你自己中華民國 你再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才在扭曲我 你別扭曲 你那是義中代表 你現場提議講義中憲法 馬英九 他要共和國是中華民國 但是他在那邊表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 八二憲法裡面 講到了什麼 兩岸同屬一中 台灣是中華 這是馬英九講 但你要表的是中華民國憲法 他有講到中華民國 我給他拍拍手 問題是他幫人家表了 他幫人家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人家有幫你中華民國表一張 沒有表 然後 我先借一點時間 因為馬英九怎麼主張 因為他把那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 各一部分 就是在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個八二憲法 他其實在講這一段 對啊 可是我關心的是侯友宜 對 因為我剛才有講 九二共識跟九二精神是不一樣的 九二精神那個 剛才你講得很清楚嘛 立法院嘛 蔡英文嘛 對 如果你去看聯合報這個原文這一趴 難道國民黨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要走蔡英文路線嗎 那蠻好的 四哥 如果你們再去看聯合報那個 他那個好像要走蔡英文路線 聯合報上次有講 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前幾天才講的 可是我現在關心的是侯友宜是不是 因為他那一段文字 幾乎跟你剛才唸的那個很像喔 很接近喔 他也是認知喔 尊重喔 對 這好像我想到美國的那個一中原則 他那時候美中建交的時候 他認知到 這樣就支持原版 不要支持盜版 他認知 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一中 對 美國是用認知 就是我認知 所以我現在比較關心的是 蔡剛 你的侯友宜 到底是應該代表民進黨 因為今天的自由時報來自於國民黨高層 黨務人士說 就現在大家很關心說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怎麼產生 我們現在只知道徵召 但是用什麼依據來徵召 他有講 除了內參民調 也會考慮到誰比較能整合黨內 其他非綠陣營的能量 他綜合各方面挑戰 也就是說他除了內參民調之外 他有一個條件 要能整合黨內 第二個要整合非綠 我要做出內套的 咱們 因為 我已經聽到 那個人